地球是个圆 我们是个圈 妈妈那地球不就是我最爱吃的甜甜圈吗 对 地球就是甜甜圈 好奇就像美拉拉 为什么冬天这么冷啊 美拉拉 你先猜一猜吧 要不你带我去沙漠吧 甜甜圈和美拉拉的一百个对话 是妈妈为小宝打开的美妙世界 妈妈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 哦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吗 比较还厉害 你知道吗 不仅是在中国啊 现在我来了澳洲 不管多爱的楼道 只要我一到呢 灯就亮了 我能把全世界黑乎乎的楼道都变亮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有巴拉拉小魔仙 魔力仙子里的魔法 那你露一首给我看看吧 妈妈 现在你和我去楼道 你注意听哟 我一咳嗽 灯就亮了 咳咳咳咳 这就是我的魔法 厉害吧 哦 那我也来试试 咳咳咳咳 你看 灯也亮咯 怎么回去啊 妈妈 你有一句有魔法吗 美拉拉 妈妈告诉你 因为这些楼道里都安装了声控灯 声控灯是什么玩意啊 准确的说应该叫做声光控灯 这是一种通过声音和光线来控制开关的灯 记住 声控灯的控制盒是声和光同时控制的 如果光线充足的时候 即使是你放鞭炮 它也不会亮 但是在黑夜轻轻的咳嗽一下 或者拍拍手 咳嗽脚脚 它就能发出光亮 啊 是这样的 我还要维护我的魔法来控制的呢 这样既能节约用电 用起来非常方便 不用在黑暗中去到处去找开关 嗯 难怪全世界都流行呀 可是它有没有不好的地方呢 当然有缺点了 一听声音就开 那么开关的频率就会比普通灯泡的要高 那灯泡的寿命就会被大大降低了 而且也会造成一定的噪音污染 怎么什么都有污染呢 吃得用的连声音也对呀 声音的污染就是噪音 啊 今天给我们发的一遍 我们要一个人的污染 要便洗粉 涂れる 过得 避免 有写人